这个女孩实在有点任性 父亲也让他过来打个招呼 结果女孩竟只脱下外套 露出玲珑有致的身材 然后 旁边这个胖子 显然对接下来的剧情很是期待 可惜女孩只是伸出了手而已 让胖子生生把到嘴边的口水又咽了下去 女孩迈着轻快的步伐消失在众人面前 除了她的父亲 另外两个今天可真是捡到了便宜 女孩名叫乔西 和家人关系并不和睦了她 刚刚只是在故意恶心她的父亲 因为这件事 再次和父亲大吵一架后 乔西决定离家出走 明明可以用钱购买物资的她 却偏偏不走寻常路 孤身一人来到超市 直接把货架上的内裤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衣服里更是塞满了自己看上的小件商品 然后故意等到超市打烊 准备在此借助一晚 也正是这场看似普通的冒险游戏 让她邂逅了一个和自己有着相同频道的男人 她叫吉姆是超市里最卑微的夜间清洁工 老板为了让她按时完成工作 甚至还把她反锁在了超市里 直到次日早上六点 超市门才会自动打开 骨子里就桀骜不驯的吉姆 自然不会放过这来之不易的子孩机会 在应有尽有的超市里 尽情享受着独处的快乐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原本空无一人的超市 竟然还有个绝色女子在这里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吉姆的大脑瞬间荡击 然后直直撞向了货架 因为乔西的父亲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豪 作为富家千金 长得又漂亮的乔西 自然是当地单身汪门 梦寐以求的梦中女神 吉姆很好奇 为什么打烊已经五个小时了 乔西还会滞留在这里 更衣室里 乔西第一次向陌生人讲述自己的家庭 母亲早逝 父亲又蛮横专制 尽管家庭条件优渥 可乔西从未感受过快乐 身为乐观派杰出代表的吉姆 认为快乐是无处不在的 只是他缺少一双发现快乐的眼睛而已 随后 吉姆带着乔西 俨然把超市当成了自助餐厅 一场独属于二人的快乐之旅 就此拉开序幕 这是一个美得令人窒息的富家千金 一头乌黑的长发和娇艳欲滴的红唇 以及他那双涉人心魄的眼睛 让他成为了全镇男人们 渴望却不可得的梦中女神 为了让他体验什么叫放肆的快乐 吉姆和乔西 把超市当成自助餐厅开始逛 一人一套全新未拆封的餐具 再从微博炉里拿出刚刚加热好的素食鸡排 坐在挂满价格吊牌的桌椅上 一个自制的餐厅就此打造完毕 从小就是个话牢的吉姆 言语中毫不掩饰自己曾经对乔西的向往 乔西欣赏眼前这个男人的坦诚 和他待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打破自己对很多事物的固有认知 但其实吉姆也有着不堪的过去 因为家境不好 他从小没少被人嘲笑 长大以后也从没好好做过一份工作 在别人眼中 吉姆也是个不折不扣的loser 可就是这两个各方面没有丝毫相同点的人 待在一起不过两个小时 就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心情大好的乔西 跟随着音乐肆意舞动起来 甚至通过广播室询问吉姆 是否愿意带他回去见家长 然后带他离开这里 突如其来的梦想成真 让吉姆有些不知所措 他始终认为 两人毕竟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乔西有着足够优秀的硬件条件 以及一个有钱的老爸 无论去哪里 他都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 如此种种都是他高攀不起的 可美色当前 吉姆还是动了心 此时乔西甩出一个重磅炸弹 足足52000美金的现金 穷人出身的吉姆 还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种种诱惑面前 吉姆最终还是被乔西收服 答应他 天亮后就带他离开这个小镇 伴随着轻柔的音乐声 两人手拉手步入舞池 乔西答应吉姆 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感谢他 如果和这样的一个女孩 孤男寡女共处一晚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在吉姆的带动下 总是一脸忧郁的乔西 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两人穿着溜冰鞋 穿梭在偌大的超市里 半生笑语不绝于耳 可就在他们手拉手 肆意放飞自我的时候 两名持枪歹徒 突然出现在二人面前 来不及刹车的他们 就这么直直的撞了过去 随着货架的轰然倒塌 两名歹徒也摔得不轻 刚刚嗨到飞起的吉姆和乔西 回头一看 前一秒还拿枪威风凛凛的歹徒 此时已经摔晕 宛如一滩烂泥 两人一个眼神 以最快的速度逃走 关掉超市电源后 躲进了洗手间里的长凳下 很快歹徒就找了过来 伸着脖子往里看时 他们吓得是大气都不敢出 羞涩姿势下的吉姆 直到歹徒离开 才敢收回差点被踩扁的手 估摸着他们已经离开 两人捏手捏脚的出来 不幸的是 还是被歹徒发现了 凭借出色的诡辩技巧 吉姆灵机一动 声称自己正在进行一桩 价值六千万的违禁品交易 旁边的乔西 则是他等下顺利通过海关的人质 五分钟内就会有人前来交易 对于吉姆的胡周 两个歹徒是半个字也不信 很扬言 要先解决掉对他而言 已经没有用处的乔西 眼看乔西危在旦夕 吉姆一个翻身爬起来 扛着收音机 当作对讲机假装报警 两个歹徒怕是智商根本不在线 当时就吓得不轻 抓着乔西当作人质 时刻处理警戒状态 在吉姆煞有其事的胡扯下 两人还真以为有救兵来了 顺从地放下了手里的枪 吉姆眼疾手快 将乔西护在身后 并捡起了地上的枪 两个歹徒被吉姆是唬得一愣一愣的 然而 就在吉姆享受在女神的崇拜中时 歹徒的话让他牛肉当头棒喝 两人的笑容顿时凝固在了嘴角 赶紧乖乖把枪玩回去 吉姆还不忘讨好他们 要不要帮他们热点宵夜吃 结果吉姆毕竟是吉姆 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 在欣赏完乔西的摇摇马表演后 两个歹徒立刻决定 带着这个狐媚小娘子远走高飞 然后迅速将超市里的值钱物品洗劫一空 吉姆坐不住了 这美人计是不是有点过了 和乔西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他立刻读懂了乔西的计划 他这是找机会逃出去呢 没有了吉姆的阻拦 歹徒如注无人之境 将搜刮来的物品一一往车上搬 随之乔西找准机会进入车内 一脚油门连车带雾一起消失在夜色中 与此同时 吉姆也在准备武器迎战 果然 人财两空的歹徒 折返回来找吉姆算账 只是这一次 吉姆可不再是手无寸铁了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歹徒们这下是傻了眼 收拾完歹徒 乔西如约出现在超市门口 等到警察接到群众举报 赶到超市时 只看到被绑得结结实实的两个歹徒 而此时的乔西和吉姆 早已离开这个小镇 携手开始了属于他们俩的新生活 不得不说 这部《神采飞扬》里的 詹尼弗·康纳莉 可真是美得让人窒息 性感的令人发指 两个处在食物链不同极端的人 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后 竟然真的走到了一起 这样的桥段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泡面 咱们下次再见